今天一带一路重大项目 中国沙特两国合作共建的 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 在辽宁盘景全面进入工程施工阶段 中沙两国携手共建的 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 占地8.9平方公里 总投资837亿元 主要建设每年1500万吨 炼油和乙烯等共32套工艺装置 项目具有炼化一体化 规模化 绿色低碳发展等优势 将带动一批上下游产业链配套项目建设 形成以高端聚息厅为特色 新材料 新能源等产业急剧发展的态势 项目预计 2025年竣工投产后 可实现年销售收入超千亿元 增加就业岗位3000个